来到物理演示实验室 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 门禁 进到实验室以后 实验室里有灯 一定要用电 有电锅 有烤箱 微波炉 我们可以烹煮食物 当然也有储存食物的冰箱 如果看看我们的桌上 有我们平常工作要用的电脑 然后有笔电 甚至我们的鱼现在正在休息 所以来到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好好坐下来 今天是4月23日 世界阅读日 所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我的第一本电子学 你知道人类最早是什么时候 发现有电的现象吗 其实古埃及人就知道 在尼罗河里头有一种鱼 它其实是可以放电的 它叫电链 然后它的外号叫做 尼罗河的闪电使者 你知道电链可以放的电压有多大吗 一般我们的插座 你知道都是110V 电链放出来的这个电压 竟然可以高达800V 那另外 大自然常见的闪电 大家就知道这也是电的现象 那有没有人造的电的现象呢 在西元前600年 希腊的学者赛丽丝 他就发现 你用琥珀摩擦毛皮 它可以吸引碎的耐改 我们现在来重现 当初赛丽丝发现的现象 因此我需要一个琥珀 刚好我有一个琥珀 这样小小的很可爱 然后呢 待会我会用琥珀来摩擦我的毛的围巾 看看它是不是可以吸引碎的麦感 可是我没有碎麦感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有胡椒罐 我现磨一些新鲜的胡椒粒 我们来看看 所谓毛皮摩擦过后的琥珀 是不是可以吸引这个胡椒粒 我们要先做一个实验 就是当没有摩擦的时候 我靠近这一些胡椒粒 完全没有反应 OK 好 接下来我就要摩擦 哦 哦 你们看到 我全都会吸起来了 好哦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我完全没有碰到这些胡椒粒 但是它却被这个琥珀吸引住 然后直接粘在这个琥珀上面 这个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啊 上一次提到的琥珀实验 其实里面隐藏了一个小知识 琥珀的希腊文 Electron 其实就是电的英文Electricity的来源 可是你会说 我家里没有琥珀啊 那我要怎么做这个实验呢 没有关系 下一次喝珍珠奶茶的时候 吸管留下来 洗干净晾干 然后我们试试看 是不是可以用吸管来替代琥珀 完成这个实验呢 一样清新鲜胡椒粒 然后摩擦 我甚至不需要用摩皮 摩擦吸管 我们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哦 有没有效果比琥珀还好 所以就算你没有琥珀 你也可以在家里做这个实验 拿一条蒙布 拿一个珍珠奶茶吸管 成功 为了解释以上的实验 富兰克林就提出了电荷这样的概念 什么是电荷 它其实是一种物理性质 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呢 要么带正点 要么带不电 要么电中性不带电 可是为什么富兰克林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是因为它做了一下的实验 来我们跟着它脚步 你可以在家里拿一个珍珠奶茶的吸管 然后摩擦 可以捡一摩擦之后呢 我们可以拿区别胶带 把它布并在家里上 让它可以自由地摆倒 再拿领植习惯 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 你看 它明显排斥 但如果今天不是用另外一个珍珠奶茶的习惯 而是用一个脱颜棒 那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你看看 嗯 直接吸过来 再一次哦 直接吸过来 所以做用力有两种 一种会吸引 一种会排斥 这就是为什么富兰克林会提出 电荷有正有负 同性相识 异性相吸 的原因了 如果 有人带正电 另外一个人带负电 那么他们彼此不就会 扣在一起了吗 那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我们日常生活都没有看见呢 好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电中性的 可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东西都会是电中性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所有已知的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 原子是什么 原子非常非常非常小 有多小呢 小到一滴水里面就有这么多颗原子 所以这么小的原子它是构成所有物质的最基本的单位 但是原子里面呢它有一个原子核 外面有电子 那原子核里面有中子有质子 质子带正电 外面的电子带负电 这两个的电性相反 但是电量是一样的 所以原子就会是中性的 那既然原子是中性的 由原子构成的所有物质 当然主要就会是电中性的咯 不管是珍珠奶茶吸管或者是玻璃棒或者是这块布 它们在摩擦之前都是中性的 那么电荷从哪里来呢 OK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过程 我们假设这个模布上原来是电中性的 所以我用这样子两个正两个负来代表 那吸管也是 当这个吸管摩擦布的时候 布上面的负电荷就跑到吸管上面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吸管就会带负电多 那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把多出来的这些电荷先离开 那边我们待会讲解 然后刚刚主老师就把这个东西悬掉了起来 这个时候吸管就带负电荷 同理摩擦这根红色的吸管 也会产生一样的结果 所以吸管就带了负电荷 那两个带了负电荷的东西 彼此靠近的时候就会排斥 因为同性相吃 至于玻璃棒的情形是怎样呢 玻璃棒在摩擦这个布的时候呢 是负电荷跑到布上面去了 所以玻璃棒变成正的 那正的玻璃棒跟负的珍珠奶茶吸管 彼此之间就会靠近 我们的世界是电中性的 我们做的这些实验呢 叫做摩擦起电 它的过程是让电荷从某一个物体 转移到另外一个物体身上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正电荷不会消失 负电荷也不会消失 它们的总数是固定的 这个呢就叫做电荷守恒定律 验电器到底要怎么使用呢 我们已经学会怎么摩擦起电了嘛 所以现在让做老师摩擦一根吸管 我们现在虽然不知道 吸管会带正点还是负电 没有关系 我们先检验看看它 如果有电荷的时候 靠近验电器 验电器会怎样呢 看到叶片张开 一开叶片就合起来 靠近叶片就合起来 所以我需要一个对照组啊 我现在如果拿一个不带电的东西 比如说手上的这个木棍 靠近它 你会发现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只有刚刚摩擦过后 上面已经带了电荷的 这个物体靠近的时候 哇!叶片才会打开 所以是不是很酷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自己的验电器 我们现在来制作自己的验电瓶 你需要的材料如下 那我接下来用这个瓶子来做示范 这个瓶子是玻璃瓶 然后它上面其实已经有一个软木塞 不过如果你的玻璃瓶它没有塞子 或者是它不是软木塞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找比如说像这个是珍珠板 然后你剪一个跟洞口差不多大的这个圆形 然后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呢 要找一个金属的东西 比如说回纹针 然后你把它稍微拉直 下面有一个勾勾 上面有一个勾勾 然后穿过这个珍珠板 最后你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形状 勾勾的地方 我们要准备两个铝箔的长条形 像这样 就把这两个长条形的铝箔 挂在刚刚的那个勾勾上 验电瓶就完成了 做完以后我们看看这个验电瓶的效果好不好呢 这边做示范 然后之后靠近 哦 张开了 靠近 就张开了 所以自己做的验电瓶也很棒 我们做好了自己的验电瓶之后啊 就可以拿这个验电瓶来做实验咯 我现在会示范两种起电的方式 第一种叫做感应起电 一样你先摩擦塑胶吸管 然后让吸管带电 带电之后呢 请让带电的塑胶吸管靠近验电瓶 但不要碰到它 你会发现叶片张开了 移开之后 叶片就合起来了 吸管带电之后 我用吸管接触 上方的金属板 让电荷透过这个金属板 传到下方的金箔叶片上面 这时候当我把吸管移开之后 你会发现叶片还是张开的 所以消息一下 第一个赶起电 吸管离开以后叶片就会合起来 但是如果是接触起电 吸管离开之后叶片还是张开的 因为这两个起电的方式 原理是不一样的哦 现在让我们用气球来做实验 一样气球也可以 一样也会带电哦 你可以试试用你的头发 头发这个气球 它也会带电 再来你也可以用 带了电的这个气球 做我们之前做的胡椒的实验 头发过后的气球 把所有的胡椒力都吸起来了 用气球磨砂头发 产生静电 我连布都不需要了 有没有产生静电呢 看一看 然后已经有了静电的这个气球 你可以把它黏在物体的表面 它也不会掉下来 是不是很酷 气球可以做的实验非常多 欢迎大家一起来发掘 我们已经学会怎么用气球做实验 那这次昨天摩擦起电以后 我把它黏在白板上的气球 现在把它拿下来 摩擦起电的时候呢 电荷都会停留在这个气球的表面 不晓得有没有想过 电荷如果动起来 会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就会形成电流呢 我们来看看 看一下我手上有一个电池盒 那这个电池盒装了两个电池 电池的正极在这边 所以会从红色的这条线 它是正极 我现在把开关切下去 正极碰触 灯泡 哇 你发现灯泡亮了 在这个过程里 电流就有红色的正极流晶灯泡 然后从黑色的负极 再进到这个回路中 在这个回路中流动的 你可以想象就是电流 那你一定会问 为什么气球上的电荷不会跑 可是刚刚这个灯泡流晶的电流 这些电荷却会动呢 答案在这里 因为我们在这个电池盒上加了电池 电池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驱动电荷开始运动 它可以移动的驱动力 所以这电池很常见 它为三号电池 这也是常见的四号电池 另外还有一种 这电池输出的是9伏特 三号跟四号电池都是1.5伏特 还有更大的这种电池 除了这些你日常生活中 还可以看到的有哪些电池呢 你们可能昵称它是扭扣电池 或者是水平电池等等 可是现代人 我们常常离不开行动电源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做电池的一种 除了这一些 如果我们要重复再利用 我们就会有这种充电电池 或者是你的相机电池通常都是可以重复充电在使用的 这么多种类的电池都只有一个目的 它们要驱动电荷产生电流 大家已经看过这么多种类的电池 你有没有想过 世界上第一个电池是怎么做出来的 在西元1800年 福打做出了史上第一个电池 那我们就叫它福打电池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自己的福打电池 你要准备的材料留下 好 首先呢 你可以把你的捆电线剪一段 剪完之后 把电线两头的绝缘层 有塑胶的地方 用剥线钳去除 如果你没有剥线钳 没有关系也可以用美工刀 把这一段挖掉就可以了 那可能有人会说 我家里没有电线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固定的铁丝 往线用的铁丝替代也可以 好 准备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你要调一杯饱和食盐水 一坨一些盐巴 我再把食盐水调出来 饱和食盐水的意思就是 一直加盐巴一直加盐巴加到 盐巴不再溶进 这个时候的食盐水它的浓度就是饱和食盐水咯 接下来 把你的材料里面的纸板拿出来 然后把它剪成片一片 整个十几片就可以了 准备好了之后呢 把这一些纸片丢进 刚刚泡好的饱和食盐水 把它浸湿 拿住鱼箔纸 然后把它剪成一圆大小的形状 大概这个大小 好 一样可以剪十几个 藏在旁边准备好 接下来 拿一节浇袋 把刚刚准备好的这个垫线 固定在中面 然后 抽出这个金属的地方 最大一块 这就是这样 红板 然后 纸片 这个是纸片 然后再结一根 铺 这时候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条线 然后把这条线放在 好 再来测量一下 这个伏打电池堆 你可以看到它为什么叫电池堆 因为它堆好多层 有没有办法让这个LED两 好 LED的长角是正 然后短角是负 所以我们把长角接这边 短角接负边 除了电池会相吸相吃以外 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也会相吸相吃吗 我猜对了 磁铁 你一定玩过磁铁 你知道桌上有各式各样的磁铁 对不对 比如说 拿这个 吸力还蛮强的 Y级 也可以吸 可是如果是同性 就是都是N级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相吃 它会感受 所以如果是异性的话 直接吸住 而且这个吸引的力量 它是隔空就可以把东西吸起来 所以磁铁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 包括有些工具 它其实也做成有磁性 方便我们使用它 这可能你不知道咯 OK 好 那磁铁到底是什么时候 人们发现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呢 其实在戏元前800年 古希腊人就发现 Magnesia这边的某种石头 它可以吸引住体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石头叫做磁石 这也是为什么磁这个字 英文字 Magnetism 是这样子的由来 所以磁铁可以吸引 含铁的物质 那这个含铁的物质呢 它也会变成一个暂时性的磁铁 写出下一头的文章 是不是很清亮 好 那我们之前有看过 电荷有正有负 那么磁铁有NSG 有没有单独存在的N 或者是单独存在的SG呢 好 我们做时间 如果你把这个磁铁切两半 你会发现 这边会产生一个独立的NS 所以你直接一直切 一直切这个磁铁 你会产生无数的NSG 但是你绝对不会 产生一个单独存在的N 或单独存在的S 这个特性跟电荷很不一样 这边有一个磁铁 NSG 那我们知道有带铁固铁 铁磁性的物质 靠近它的话 就会被吸引 可是我们可以感觉到 在不同的位置 吸力好像不太一样 那除了这个吸力大小不一样以外 它的方向会不会一样呢 我们拿一个指南针 方向是这样子 这是NS 移动 我们发现方向也变了 所以周围形成的磁场 大小方向都不一样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呢 找一个平台 放一张纸 撒上铁粉 原来磁力线长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其实地球就是一个大磁体 地球内部呢 有很多高温的带有铁跟镍的这些流体 它在旋转的时候就形成了磁场 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用指南针来搜寻方向 地球磁铁的模型在这边 所以如果我拿一个指南针 你可以发现指南针的S级 它永远指向地球磁铁的红色 也就是N级 指南针的N级 永远指向地球磁铁的S级 所以地球磁铁的S级 其实是地理位置的北级 你知道吗 好险有地球磁场 因为它保护我们 免于受太阳风这种高能的带电氯子的袭击 如果没有了地球磁场的保护 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变得非常非常艰难哦 你一定很好奇 那么地球磁场大小大概有多强呢 有多大 你常见的这种圆饼形的磁铁 它的磁力大小和磁场强度 其实是地球磁场的可能超过500倍 所以地球磁场其实是非常小的 但是因为它遍布整个地球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指示方向 还有一个小知识 地球的磁场 它其实是缓慢的在变动中的 所以地球磁场的方向 它每隔一段时间 可能会南北彻底翻转过来哦 不过这个要等很久很久很久以后了 到时候你我都已经不在这个地球上了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电视店此是此 从来没有想到这两者之间 竟然是有关系的而且密切相关 谁发现了这件事情呢 大概在西元1820年科学家 尔斯特他做了以下的实验 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实验 这里有个指南针一节金属棒 然后有电源电磁盒 我们把指南针放在金属棒上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但一旦通了电流 哇指南针偏转了 如果把指南针放在金属棒的下面 再通一次电流 哇指南针也偏转了 而且偏转的方向跟刚刚是相反的哦 这就是尔斯特的实验 从这个实验他发现 电流跟磁场原来密不可分 于是电磁学诞生了 后来啊安培知道了尔斯特的实验以后 他非常感兴趣 于是他就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最后得出了安培病律 我们来看看 电流 所以根据刚刚的实验我们发现 通了电流以后的这个导线 他的周围的指南针竟然会偏转 指南针会偏转不就代表有磁场吗 不就表示你有电流通过的这个导线 会在他周围形成磁场 如果有一个长指导线 这个长指导线的电流方向如果往上的话 那么在这个导线周围形成的磁场 就会是四肢手指头旋转的这个方向 也就是逆时针方向 如果电流方向倒过来往下的话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磁场方向也倒过来 变成是顺时针的方向 所以最后我们就把这个现象归纳为安培病律 从阿斯特跟安培的实验 我们知道电流可以产生磁场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造一个人工磁铁 然后这个磁铁通了电它就会产生磁场 没有电流就没有磁力 但是有的它其实就是电磁铁 我们现在来进行实验 首先介绍一下 这里是一个电磁盒 然后两条导线出来 我们接上这个东西我们叫线圈 通了电流以后是不是真的就会产生磁场呢 我们先看一下 原来的磁场方向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就把电磁盒开关切下去搞通 哇哦你可以看到产生磁力 产生磁场 所以指南针的方向就偏了 我如果把正负极颠倒的话 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当我把电流方向相反之后 你会发现磁场方向也改变了 实验证明了 我如果在一个导线绕成很多很多圈的这个线圈里 通了电流以后 这个线圈就会变成一个磁铁 产生了磁场 我们已经知道通了电流的线圈会产生磁场 但是它的磁力大小到底有多大呢 那我们来做个实验 你可以去电子材料行买七包线 七包线顾名之意就是导线外围包了一层绝缘的漆 那有各式各样的格式 好 那这些七包线 我们把它缠绕在一根螺丝上 那这螺丝钉缠了非常多圈 把七包线接上电磁盒的角的这个端点的七把它刮除 刮除以后接上去 那另外一端腹极也接上去 缠绕上去 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造一个有磁力的电磁铁出来呢 好这时候已经有电流产生了 我们看看这个电磁铁能不能吸住回纹针 好可以耶 所以它的确是有磁力的 我们做的第一个实验证明有磁场那个线圈上的1000圈 第二个实验在螺丝钉上缠线圈 这个线圈有500圈之多 如果你觉得实在太麻烦了 你可以在市面上买到像这样的电磁铁 这个电磁铁出来会有两条接线 这个接线呢一边接电源的正极一边接电源的负极 我们现在准备的电源是它的规格12伏的变压器 所以待会我把开关切下去 我真的吸住了 但是如果我把电源切掉呢 就掉下来了 所以电磁铁最方便的地方就是通电它是磁铁 断电它就没有磁力了 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应用哦 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有马达 比如说电风扇洗衣机电钻 厨房里的搅拌机 甚至你的电动牙刷 这些东西呢都会用到马达 那究竟马达是什么 马达其实就是通了电会旋转的东西 想要你去电子材料行买小马达的话 它大概会长这个样子 那马达当然要通电才会转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它电力 哦哦哦哦你可以听到 有旋转的声音 把它加上一个风扇 好所以通了电 就会旋转 这就是马达 为什么马达通了电以后就会转呢 我们来说明它的原理 首先需要一个固定的磁场 再来你会需要一个电磁铁 我们来复习一下电磁铁 电磁铁如果原来的状态是SN 假如你改变电流方向NS 所以你只要不断的改变电流方向 你就可以改变电磁铁的NS级 所以当电磁铁进到这个大磁铁 所形成的固定磁场时 如果它一开始的状态是这样子 我放手之后会怎么样呢 闪成这个方向 假如在这个瞬间 我让电磁铁的电流方向 按电脑 这时NS级就会互换 互换以后 当它换成这样的时候 下一秒钟会怎么运动 它就继续旋转 完成了一整圈的旋转 因此我们只要不停的互换 这个电磁铁的电流方向 我就可以达到 让它不停旋转的这个目的了 这就是马达的基本原理 马达非常好玩 你想不想做一个自己的马达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材料吧 首先我们来制作线圈 拿出起包线 然后剪下来一截 剪下来 剪下来 可以拿出刚刚的这个电池 然后采用之后 做成一个这样子的线圈 两边把它固定 固定之后 这个线圈做完之后呢 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就是你要把这两个手背上的绝缘器把它磨掉 让它可以倒垫 那磨的时候呢 一边全部磨掉 另外一边磨上半圈 用什么东西磨呢 你可以用砂纸 你可以用抽刀 或者你就用美工刀把绝群挖掉就可以了 线圈做好了 现在我们来做这个架子 架子怎么做呢 两个绝纹针 然后你把它固定在这个电池的两边 用电气胶部把它缠绕起来 这样子 好 你的架子就做好了 接下来 线圈放上去 然后你可以找一个地方让它悬掉住 然后加上磁场 有了电流 有磁场 自制马达成功 当然你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做你的架子 比如说我把合纹针折成这个样子 然后把它固定在电池的两端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制作一个架子 做你的自制马达 请大家发挥创意 设计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马达 你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有些物质有磁性 有些却没有呢 上一次我们做过一个说明 如果你把一个磁铁切两半 你会得到两个小磁铁 你再继续往下切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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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最后会得到什么呢 得到组成所有东西的最基本单位 原子 那原子的结构 上一次我们讲过 原子核里面是中子 直子 然后原子核外面是电子 电子在绕原子核的时候 它不就是一个运动中的电荷吗 运动中的电荷形成电流 所以就会有非常微小的磁场产生 那依照这个说法 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原子都当做是一个小磁铁 好咯 那既然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 这些小磁铁 它会有各自的方向 那如果大家都任意随机排列的话 这个物质本身就不会有磁性 可是如果这个小磁铁排得很整齐的话 那么这个物质就会有磁性了 终于轮到法拉第登场了 这位英国物理学家 他看过俄斯特的实验之后呢 他就想如果电流会产生磁场 那么倒过来磁场会不会产生电流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法拉第的实验咯 这里是一个线圈 这边是强力磁铁 在这个线圈上呢 我已经焊好了一个LED灯 所以如果线圈上有电流通过的话 这个LED灯就会亮 那磁到底能不能生电 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现在把磁铁放进线圈当中 就磁场了 不过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但如果我快速的把这个磁铁 从线圈当中抽走 哇!有电流耶 你看到LED灯亮了 那如果我是用很快的速度 靠近这个线圈 会不会有相同的效果呢 哦!也有相同的效果 以上做的实验就是电磁感应 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会用到电 电来自于电力公司 那你知道电力公司是怎么发电的吗? 其实发电的过程就是把旋转的动能 转成电能 可是要怎么样把旋转的这个能量 转成电能呢? 答案是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 电磁感应定律说 如果磁铁跟线圈彼此之间有相对运动的话 就会在线圈上产生感应电流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所以转盘上有磁铁 旋转这个转盘 磁场就会发生改变 所以待会旋转转盘之后 我会让线圈靠近电动的磁场 看看发生什么事 所以咯!不管是水力发电 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生殖能发电 甚至核能发电 其实它的过程都是把转动动能 转成电能 很早以前人们就好奇 为什么磁铁隔空就可以把铁的东西吸住 那为什么电荷隔空就可以吸引住另外一个电荷 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于是法拉第就提出了长这样子的概念 他认为比如说有个磁铁 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在周围建立起它自己的势力范围 让另外一个东西进到它的势力范围以后 就受到它的磁力作用 同样的电荷也是 如果有个电荷在这个位置 那它就会在周围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也就是它的电场 如果有另外一个电荷进到它的势力范围 就会受到这个电荷所形成的电场的影响 所以法拉第用长的概念来解释所有的电磁现象 但是法拉第因为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 所以它的数学不好 最后呢 马克思威利用电场跟磁场的概念 整合了所有的电磁学现象 马克思威写下四个方程式之后 令他压抑的是 这四个方程式里 竟然隐含了电磁波的存在 电磁波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知道 动电会生磁 俄斯特和安美的定律告诉你 电流就会产生磁场 我们也知道动磁会生电 电动的磁场会产生电流 也就是法拉第定律 OK 那既然电生磁 磁生电 它们互相产生的结果 能量就会以电磁波的方式传递出去 这就是马克思威四个方程式里 预言的电磁波存在 而且这个电磁波 它传递出去的速度 竟然是光速 光速每秒30万公里 因此马克思威 它猜测光其实也是电磁波的一种 后来也证实了 光的确就是电磁波的一种 既然有电磁波的存在 然后可见光也是电磁波的其中一环 既然是波 它就有频率有波长有正幅 我们如果把电磁波依照它的频率 或者是依照它的波长把它展开来 那就是电磁波谱 那电磁波谱当中可见光只占其中非常小的一段 如果以可见光为中心 我们往波长短的地方去看 再往下就可能是X-ray啊 干嘛射线等等 如果我们往波长比较长的地方去看 我们就会看到红外线 微波 无线电波等等 这整个电磁波谱 形成了我们所在的世界 那在电磁波谱的应用端 通常是怎么做的呢 许多科技产品它的原理不外乎是 制造跟产生电磁波 然后接收电磁波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影片 我们摄影的时候把它转成影像的资讯 然后利用电磁波 传递到你的装置里 然后你再还原成影像 你就可以观看了 这就是电磁波在我们现代生活中的异用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电磁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在日常生活中 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感受得到的 几乎都是电磁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少了电磁力 我们的宇宙将会完全不同 所以咯 电磁学的基本原理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边 带着大家利用这种动态导读的方式 一起来读这一本 我的第一本电磁学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你在学习电磁学的核心概念的时候 更轻松更简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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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